下面来讲解油漆桶工具 油漆桶工具通过在图像中单击进行颜色或者是图案的填充 在填充时可以辅助工具选项栏中的相关参数 更好地达到填充的效果 填充颜色时所使用的颜色为当前工具箱中的前景色 所以在填充前要先设置好前景色然后再进行填充 这一点非常关键 油漆桶我们看在工具箱这个位置 这个工具就叫油漆桶 一般它显示为渐变单击右键选择油漆桶就可以了 选择油漆桶以后 首先我们来看油漆桶的选项栏 第一项叫设置填充区域的圆 这个圆它包括两种 一种叫前景色一种叫图案 选择前景色以后 在画布中单击就可以将它填充前景色 选择图案以后 可以通过右侧的这个图案实测器来打开选择需要的图案 如果这里面的图案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呢 可以选择更多的图案 比如表面图案呢 自然图案呢 当然我们在以后呢还会讲解自定义图案 自己来定义需要的图案 单击 这是图案填充 这个模式呢 我们在书中有详细的讲解 查看一下书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不再讲解 它比较的多 不透明度 设置颜色或者图案的不透明度 比如说我第一次 我现在单击填充是这个样子的 我把它的不透明度设置的小一些 再单击填充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对吧 再一个就是容差 在这里面刚才我们发现了 我每次单击的时候呢 它填充都这样的 为什么整个画布没有填充 而只填充了这样的一部分呢 这就因为它的容差 你单击点 鼠标的单击点的位置呢 它和它的颜色容差 达到百分之 就是达到32这个值的呢 都可以填充 那如果我把容差设置的更小一些 比如说啊 注意 我每次都在这朵花这个位置 来开始填 单击以后 你看 填了这么大一点 我从这个云吧 单击填了这么一块 这个云 单击这一块 对不对 我现在把它设置为10 看一下 容差小一些 再单击 是不是填充的小了 我把它设置为60 还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多了 就是容差 其实就是它所包容的颜色的范围 值越大呢 填充的范围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 它包围的颜色范围就越广 越广 它就会填的越大 对不对 默认的为32 消除锯齿呢 填充以后 可以把边缘的这些锯齿呢 给它消除 让它过度更加平滑 连续的 勾选该负选框以后 油机桶工具 只填充与单击点颜色 相同或者相近的 相邻颜色区域 所谓相邻颜色区域 就是单击以后 只有和它相邻的颜色呢 才会被填充 比如说我填这朵花 一点 看一下 只填了这个花这个位置 把它设置的大一些吧 设置为60 看我填这朵花啊 是不是只填了这朵花 其他花有没有变化 颜色跟它是很接近的 我把连续的呢 取消 取消连续的以后呢 油机桶将填充与单击点颜色 相同或相近相近的 所有颜色区域 只要和它相近的颜色区域 你看这些都填充了对不对 这就是连续的它的作用 所有涂层呢 就是对所有的涂层 涂层面板中 比如涂层比较多的话 你单击以后 它可以对所有的涂层来填充 这在以后呢 我们讲涂层的时候呢 你就明白它的意思了 使用油机桶填充呢 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 填充它的容差大小不同 填充的效果呢 它也不同 所以呢 填充油机桶工具呢 其实是非常少用的 油机桶工具 其实用的特别少 对于一个成熟的设计师来说 要牢记快捷键 注意out加delete键 叫前景色填充 它也是填充 out加delete 一下就能把它填充了 control加delete键呢 用背景色填充 我们看 control加delete键 我点完以后 它用的是背景色填充 对吧 就是out加delete键 用前景色填充 control加delete键 用背景色填充 牢记这个快捷键 这就是油机桶工具的使用